我已经给了确认我们会结束 我已经给了确认 只有权力从KPM 足够的 但是放松 我只问一个算 教育部部长法利纳 昨天面对国阵压抑弹国会议员 兼马华总会长为家祥追问师资问题时 激动地拍桌子保证 教育部会解决有关问题 不过马华要路士大区会主席陈志雄认为 法利纳不耐烦的表现 跟基拉大陈沙鲁西 无视为独中拨款的行为一样 都是在消灭华教 陈志雄今天发文告表示 法利纳拍桌子无视为家祥的提问 是在威胁华社 仿佛不让华社继续发问 陈志雄也质问 行动党和公正党是否认同法利纳的行为 他提醒 华社应该向行动党和公正党施压 叫他们出来主持公道 在基拉独中拨款缺口上 争取团结政府填补另外8万令吉 在法利纳拍桌子的行为上 要法利纳向华社和华社道歉 陈志雄强调 法利纳的道歉是对华社最大的尊重和承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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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